疫情快速升温 市议员反映民怨表示 许多民众到了隔离都结束了 还没有收到卫生局的居隔通知 造成民众很大的不方便 所以他们就很担心 就很担心说 他已经通报了之后 在家等了三四天 还是没有什么结果 因为在再而三的改来改去 到了5月1号说 给你一个网址 你要上网通报 对啊 5月1号我一定要上网通报 但是上得去吗 上不去 他的同事确诊的那一天 台北市的他的职场的关怀中心 就打给他说 你确诊了 然后跟我的家人讲说 你因为是住在基隆 所以要等基隆的卫生局来联系 等到现在他都已经解隔了 没有收到任何一通卫生局的电话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说 收制的方式 如果一旦确定之后 你要拿到民证卫证或设证 乃至基层医疗诊所的资源 那都是一到九到十天之后的事 这个回报的一个系统 长者根本都不知道 里面怎么回报 而且这个回报的一个制度 必须要使用自己的手机 才能够回报 你不能通过其他的一个网路 或者说用其他的电脑来帮他去做回报 香港指挥中心降帅无能 类似三军 确确确实实到现在 还有很多民众在询问 不是叫我居家 居家 居家 的时候 我要五天 验一次 十天验一次 那我今天第五天了 我怎么出去买塞剂 这一件事情 在数位上面的一个资讯落差 其实也导致了非常多 我们的一个潜在的一些的民众 他在第一个时间 没有办法获得立即的一个协助 对此 市长林又昌表示 会造成这些问题 主要是因为电子围离系统不顺的关系 会向中央反映 那因为现在还有这个三加四的管制 我们为什么会塞车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是在哪里 就是在那个电子围离 因为上去下来之后 要开设那个电子围离 他必须要经过一个系统的一个 这个确认跟转换 那在填写的时候 有的人的电话填写是错误的 或者电话填写是这个不全的 那而且还有这种没有填电话 所以这个都造成我们的地方的 这个卫生局跟卫生所耗费了很大的仁意 在做这些事情的一个处理 也就是刚刚在讲资讯的一个校对 那我早上有说明 实际上5月1号上路的中央的这个系统 现在弱的还不是很顺 大多数的人现在是没有办法透过这个系统上去的 林佑昌进一步表示电子围离措施5月1号上路 现在还在修正期 希望在5月7号前可以处理掉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我评论 乎 我评论